為何這個社會需要一個全職讀藝術的一個program呢 讀完藝術之後其實未必必需要投入做藝術家 藝術的創意的看法其實看回這個世界 縱使它是在社會不同崗位 亦都可以用一個很有建設性而且是創意的方法 去改變令到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我的名字叫阿中 我2012年至2014年在創意媒體書院讀MFA 我現在是一個藝術家 同時我有其他藝術企劃進行 或者是一些書本出版的計劃進行 其實我有少少形容自己現在的創作 是相對研究的部分是重要的 我們很多時候傳統的視覺藝術 我們看的都是最後的藝術呈現 或者視覺呈現 但其實我們怎樣把研究這部分 轉化成藝術或者視覺語言 其實就是很重要 我關注的是 怎樣用檔案裡面的文獻來做藝術作品 一張的綜藝術在藝術上裡 曾經經來圖文獻來做藝術的關節 時間和空間是在裡面可黃色全種化的 整個標題 所有 全都都會順暢 我好奇究竟聲音怎樣存在著 在檔案裡面 我找了一些惡抱 就是在80年代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的就是光州攝影 在社會運動曾經出現過的音樂 因為它投射了南北韓之間的關係 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對立 當我去到MFA的時候 其實我本身已經有一種創作的路向 但同時間因為SEM提供了很多多樣性的發展 我就覺得跟其他院校很不同 SEM裡面有很多學者 但他們跟傳統的學者其實有一些根本性的分別 就是他們同時也有做創作 而且是縱使在我畢業之後 他們都繼續影響或者繼續幫助我 我有一個藝術集團體的 就叫做人人講案 這個團體 我自己的團體其實很想做一些事 關注文獻或者歷史本身 同時也可不可以牽涉更多 Stakeholders 即是在這個社會的藝術家或者是學者 進行一個藝術的討論 或者是我怎樣去為這個社會作出一些改變 因為我覺得去到最後 如果藝術只不過在彰顯著自我 我覺得未免太可惜了 我覺得對於社會我有一份責任